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天气一变冷 各式各样的姜母鸭 姜汁的补品跟料理 都非常受欢迎 在台湾本地 真的很多婆婆妈妈 冬天用姜用的特别多 然后传统的老姜姜母 这个是最容易在冬天 大量使用的 然后像我手上 这一个竹姜 因为姜黄素很丰富 所以事实上 也是这几年很受欢迎的 那这个粉姜 跟这个相对比较嫩的姜 也是市场上很容易取得的 这个食材的选项 那各式各样不同品种的姜 到底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 王健宇医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专科的医生好朋友 林卫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余雅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皮肤科的医生好朋友 赵昭明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邱香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德权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王医师 俗话说 这一个冬吃萝卜下吃姜 可是事实上冬天 最受欢迎的是姜 对 那反而夏天有些人觉得 吃姜不知道会不会太燥热 那你会发现冬天里头 很多烹调料理都会大量的用上各式各样的生姜 然后在台湾传统的补品当中 姜也是冬天当中 帮助身体的驱寒 然后发热当中非常好的天然食材 其实我以个人而言 我本身很怕冷 我们都知道瘦的人真的没有什么脂肪来看人 所以每到冬天 基本上就是让我觉得比较害怕的地方 那我出道这么久 我跟很多这些营养老师 尤其跟秋香老师学到很多 其实就是要吃姜 所以其实我的饮食最大的改变 冬天吃姜母鸭 那个姜片一定要吃下去 我们想说 连那个皮 带皮吃下去 让你的身体会软乎乎 那我最近讲个案例 其实在我的病人当中 慢性病的病人算多 那糖尿病的病人也很多 有个大概五十多岁的那个女性 她本身糖尿病已经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糖尿病的人 他有几个现象是 他的末梢循环会不好 末梢的神经会不好 那时候他来看我说 每年冬天都很冷 他一样冷到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他会跟我讲说 明被站怎么盖还是冷 我都举个例子给他讲 手就像冰块 冰块盖的冰块 还是冰块 所以基本上你要能够让自己的 能够血液循环好 这时候我们会开我们西医的药给他吃 可是我告诉你 药吃的还是一样冰冷 那这时候告诉他说 你可以去看中医 调治自己身体 那他带过 因为他每隔三月回来 结果到了隔年 大概一月回来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最近变得比较好 他说为什么比较好 他去喝什么 喝姜粉所泡的那个姜茶 他的女儿给他的 所以他每天这样吃一杯之后 发觉他整个身体那个循环就变好 那其实我就 那时候我刚才讲说 其实我那时候冬天都会吃这些东西 所以告诉大家说 其实姜姜好 姜有什么好处 姜辣素 姜油醇 姜油酮 姜西分 我们这些东西可以帮助 抗助氧化 抗氧化暖身 其实我们常说 其实当你去吃完那个姜粉之后 全都干嘛 会发汗 会发热 就这样你末梢循环 所以这些东西 在今天肯定当中 大家好好学 虽然说姜的味道 真的比较特别 我常说 对这种味道 喜欢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 觉得吃起来会感觉怪怪的 但是不管他的好处 对我们心血管抗氧化炎都很棒 所以告诉大家 冬天把姜 拿入我们的料理当中 会让我们今天的身体 冬天会过得 跟王医师一样的好 真的 李医师也要分享给大家 这个秋冬的季节 心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 其实饮食很重要 那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对 姜为什么很好呢 因为基本上姜可以降胆固醇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其实他的胆固醇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族群 像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 我们常常在讲说 这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心血管疾病也不会是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造成 可能是好几年的持续的累积 而造成血管的问题 所以平常你可能要注重保养 就是保养你的血管 最主要就是要控制你的胆固醇 除了你要减少食物 很多高胆固醇食物之外 另外的话可以多使用一些 对胆固醇可以下降的这些食材 像是姜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那我最近回想起来 我之前有一个媒体业的主管 这个病人 他大概五十多岁 他本身就是高血脂的一个病人 那当然他血液有点高 身材有点微胖 他就说他每天工作压力都很大 然后他必须三餐外食 所以那时候他也发现说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他爸爸妈妈 其实在他们老一辈子 他都有一些血管性的疾病 后来才发现说胆固醇都非常高 所以那时候我看一下他的病史 他之前胆固醇 总胆固醇就三百多 然后他的低密度脂蛋白 就坏的胆固醇大概都两百五 那这个他长期都在其他另外一个医师的门诊就诊 那最近呢 他突然来到我们门诊 他说那个医师请他过来 然后我就再问一下他的一个所谓的 他的病史 然后他最近啊他在运动的时候 他觉得会胸门会痛会不舒服 所以那个医师就帮他做了一个运动心电图 然后做了运动心电图 发现说他的心电图变化的很厉害 就是缺氧的厉害 他说这个是不文静心脚 要赶快去找林医师 然后可能要做检查 所以我听了之后 就帮他马上安排了新老板的检查 把新老板一坐下去发现说 他五十几岁血管像八九十岁一样 三条血管都严重的狭窄 而且我们都知道 高胆固醇血症跟这个糖尿病的血管 而且是广泛性的瑕疵症 你要血管的问题 所以他病人如果要真的要去修这个血管 其实是非常工程非常浪大 所以总共做了三次新老板 放了五十支架 才最后把他血管全部都打通 那我跟他讲说 其实你才五十多岁 那你现在心脏血管这么差 你可能寿命 可能减掉十到十五年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要 真的要延长你的寿命 要改善你之后的一个生活品质 你一定要积极控制你的胆固醇 所以除了吃药跟打针之外 另外的话还要运动饮食控制 我就跟他说你可能可以吃一些 像是可以降胆固醇的食材 所以将对我们来说 身体有六大好处 除了降胆固醇之外 另外还可以预防癌症 还可以抵抗感染 可以降低血糖 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那可以减定肌肉的一个疼痛跟酸痛 跟预防阿兹寒末症 另外的话 我们常常在讲说 坏的胆固醇 在心脏科其实非常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我常在说 一些高风险的病人 那其实坏的胆固醇 要降得越低越好 所以那办法改善 你的血管的状况 不要让它产生一个 周庄硬化跟狭窄 所以三大坏胆固醇 它的制造剂来自于哪 三个 第一个就是保和性的脂肪酸 因为我们在就是 一些所谓动物性的油 或是一些全脂奶类 或是这个椰子油 棕榈油等等 那这些油脂 通常保和性的脂肪酸 它通常在室温下 它比较稳定 所以它会呈现固态 当你加热的时候 它会变成液态 那另外的话 像反式脂肪酸也是 它会增加血清当中的 一个坏胆固醇的含量 降低好胆固醇 所以增加了三酸甘油脂 会增加血管疾病的发生 像是平常我们在吃的一些 有一些人造奶油 奶酥 奶精之类的 像是一些糕饼 炸鸡薯条 洋芋片等等 其实这些食物 其实就含了很多 反式脂肪酸的 这样的一个危机 另外一个 大家比较容易忽略 就是含糖饮料 为什么含糖饮料 会增加胆固醇 会增加血脂 基本上因为血糖太高的时候 它会转换成 所谓的三酸甘油脂 会堆积在脂肪中 就会造成血脂的异常 而让这个总胆固醇 也跟着上升 像是一般的手摇饮 果汁 碳酸饮料等等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忘记 含糖饮料 有可能会造成胆固醇 跟血脂过高 那接下来 邱香老师就要来分享 一个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说天气一变冷 这个各式各样的 这个姜的变化应用的料理 很受欢迎 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竹姜的苦茶油鸡 是 这个竹姜 就是它很嫩 那我每次煮麻油鸡也好 或者煮苦茶油鸡 其实这里面我吃的姜 会比肉还多 好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老师放下去的是竹姜 把它切片 那竹姜本能长这样 它颜色比较黄 对 就是它跟一般的姜 一样就是有两种 那我不要炒到非常的焦 因为怕就是有一些人 可能比较上火 所以我就稍微的就是 姜下去 苦茶油下去 然后这个就是大蒜片下来 然后就把这个鸡肉 那我今天用的全部是鸡腿肉 我就把它铺上来 好 这样子让它去煎 去煎一下 这个大概煎个两三分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把酒加进去这样子 然后煎它的同时我们来分享 市面上各种选择 来 首先先看 冬天最受欢迎的是老姜或者姜母 老姜或姜母有什么差别 这个姜母其实在市面上不太容易买得到 你必须要跟那个店家讲 那穿它去拿 因为它就是在做种姜 那它这个是三年姜 所以它吸取了天地之气 所以它比较 就是比较一般有的 比较少比较贵 对拿来做中药材 或者是说做叶子的时候 它太虚航了 就会用这个来煮那个麻油鸡 那这个就是老姜 那所谓的老姜就是十个月以上都统成为老姜 所以到冬天到明年的大概三夜中间采收都是一年姜 那老姜这个就是我给它放干了 这个就是没有放干 就把它直接放塑胶袋 那如果你这样去放的话 这个很快就会烂掉 这个可以放大概两个礼拜不会坏 就一般的姜 你要让它稍微干燥 然后干燥其实不用放冰箱 不用放冰箱 就是干燥的话 你让它通风的地方 它就可以保存 那保存一段时间都还可以用 是 但是呢 如果说它已经就像这样干了 你如果要放比较久一点 你就用一个白包子把它包起来 它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都是竹姜 我刚刚讲有两个 那竹姜比较好辨别的就是 它比较瘦 然后呢这个就是个子比较长 这个就比较短的 其实都是叫竹姜 那它的分支很多 它不会像就是我们一般的姜的分支那么少 那这个竹姜呢 它就是你煮的时候 它的风味会非常的棒 那如果说拿来泡茶 你怕那个很辣的话 它其实是香 但是它的辣倒不至于像这个老姜那么辣 那它的黄色也比较黄 所以它是姜黄素比较多的 是 那另外呢 来这个就是我们去买竹姜 你看现在林冠手上漂亮 那漂亮手上拿了就漂亮的 这个是比较丑的 那我老手拿了这个就比较丑的 那它为什么比较丑呢 因为它卖很久了 这个姜最起码在市面上有两个礼拜了 所以你看可以判断 它比较干比较老 对 都有长这个小颗的这个出来了 好 那这个就是挑的时候就挑这一种的 那这个就是粉姜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绝对买不到嫩姜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买嫩姜 它就直接给你这个 这就是我们讲的中姜 中姜跟粉姜 那这个是东南亚料理常看到的南姜 南姜对 那我们台湾其实很早就在用了 早期非常早的时候 它在做什么 橄楼米啊 就是在做蜜饯的时候 把它磨成末 然后加甘草 加一点糖 加一点盐 去腌一些蜜饯 这样子 那那个粉姜呢 就是它不洗的时候 那其实也可以放比较久 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洗 然后你这个皮比较薄 这个老姜的皮就很厚 它会一层一层剥 这个就是中姜这样子 那老姜的那个成就是很多种品种 大部分就是大肉 这样子 那这个是市面上很容易取得的 各种的姜的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 那那个蔡香老师今天的姜片 是用竹姜切片 那当然如果你用老姜 或者别的这个 比方说姜母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 是 那其实呢 如果你用老姜的话 你就量就不要用到很多 因为它其实是蛮辛辣的 所以你如果要泡茶的话 大概一片到两片就可以 好 那我现在呢 我把它就是炒好的时候呢 我是会用这个米酒来收 好 米酒来把它 我们刚刚是苦茶油 直接煎那一个姜片 然后蒜粒跟鸡肉块 然后呢 稍微煎到三五分时候 现在呛的是米酒 是 然后这个 这里面加的就是一个盐巴 然后加一些胡椒 好 加胡椒 所以这个是苦茶油鸡 采收季节比较晚的时候 它的姜细分 加让姜蜡素更加浓缩的时候 适合怎么样的族群 就是年老比较虚弱 那个虚寒的程度 更严重的族群 我们就会用到老姜 增姜有助于皮肤确败的作用 发盐中会造成皮肤产生 射出的沉淀 想把发盐中控制住的话 是让白鸡会淡化 所以这个是苦茶油鸡 对 苦茶油鸡 那像我自己在家里 我就会 酒就会分次加 慢慢收 但是因为我们录影的关系 所以我就一次加 那你们在家里的话 就是如果是120cc的米酒 你可以分三次加 那三次加 大概酒都收干的时候 它就已经好了 那我会加一些 像现在的季节 就是这酸辣跟芹菜非常的多 好 那这个是待会儿我们的配菜 那我请教一下余医师 中医怎么看各式各样的生姜 其实姜它不管是食材 而且是个药材 应用范围非常的广泛 这个在欧美国家 也常常这么用 他们把姜萃取成胶囊 用在我们比如说肠胃 常常会噁心呕吐 晕涉或者是孕妇呕吐的时候 会常常用得到 那我们在古方的一些方计中 常常可以看到姜的影子 我们说建卫三宝 就是姜早草 就姜 红枣 甘草 跟其他药物可以配舞的作用 它有什么作用呢 能够让其他的药物 入脾胃菌 吸收消化的比较好 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药效 这个冬天其实是蛮适合 因为冬天很多这样湿湿冷冷 不是只有手脚冰冷的困扰 你会看到很多女孩子 都会因此比如说胃酸逆流 胃经卵 拉肚子 这些肠胃的问题 适合用一些姜去暖胃 效果会特别好 可是要看姜的不同的种类 有不同的药效 我之前有个病人呢 他就是因为怕胖 他常常又是青菜水果这样吃 吃一阵子之后确实是瘦下来 可是他的瘦呢 伴随着其他疾病来临 比如说开始月经来的时候 就会腹泻 而且常常会有一些水肿 可是他的水肿又不是病理性 常常早上起来 四肢会觉得说泡泡的那种水肿 那我去理解他的那个饮食的状况 我会告诉他说 其实他本能 他本能就是冷的人 他会喜欢吃一些麻辣的东西 但是很惨 他月经期的时候就会腹泻 吃麻辣的东西 他腹泻的更加严重 我告诉他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唯一能够摄取的辣是姜 因为姜跟其他的辣椒不一样 辣椒它是新造造裂的性质 很容易上火 可是我们姜是温暖我们的肠胃 仿佛在我们的肠胃中 装一个小火炉 慢慢的加温它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姜有不同的一个家族 可以去使用呢 我刚才讲的那个个案呢 我会建议他是用生姜或紫姜去吃 因为他其实是常常胃口不好 遇到天气冷的时候 他甚至有时候肠胃不舒服 会有一些干呕的现象 然后也会有腹泻的现象 用一点比如说 刚才老师讲的粉姜 中姜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在吃日本料理的时候 不是会有很多嫩姜醋姜吗 姜跟那个紫苏叶在一起 其实就有很好的解鱼泄毒 还有暖肠胃的功能 那当我们的姜的纤维素越来越多 或者是采收季节比较晚的时候 他的姜细分 姜辣素更加浓缩的时候 适合怎么样的族群 就是年老比较虚弱 那个虚寒的程度更严重的族群 我们就会用到老姜 甚至是干姜和泡姜 尤其像女孩子呢 像有时候月经到的时候 太虚她会淋漓不止 好几天才收得起来 这时候我们就会用泡姜 泡姜长什么样子呢 我今天有带过来给大家看 这个是比较特别 我们从老姜下去 那个泡制过之后 把它炒炭之后 会有一些止血的效果 温中的效果更好 那我们大名鼎鼎的生化汤 妇科常用的那个里面的方剂 里面就是用泡姜 它有一些比如说 收射一些崩漏的血 也有行血温中 温子宫的效果 所以不同的姜的泡制方法 老和年轻 都有不同的药效 根据你的体质 那同时听 秋香老师这一锅 事实上也这一个闷烧好了 已经好了 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竹姜 那其实它也是属于是 一个粉姜的一个阶段 那像老姜就 就这种老姜 就是刚刚余医师讲的 就可以去做泡姜的 好 那我现在完这个熟了 我就把这个蒜加进来 这个季节的蒜苗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然后这一个芹菜 那这两个都是稍微加热就熟了 所以把它当作蔬菜来搭配 是 这样就可以 其实你也可以在家里 你如果觉得我想要吃纤维多一点 你可以加杏鲍菇 它们味道也很搭 口感也很搭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这是我的第二碗 我的第一碗吃完之后 全身就开始发热 全身都有感觉 那今天刚才有提到说 姜里面有一个叫做 姜西芬可以抗发炎 那基本上刚才林医师有提到说 姜油唇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那今天讲个发炎 医生当久的病人从小还看到大 很多小时候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皮肤炎 医味性皮肤炎 这样一路看 看到他到三十多岁 那你知道有时候来找 姜油唇生都是 当他问题很严重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这个男生三十出头 他本来过敏性鼻炎 小时候我帮他医好 后来他到南部去之后 南部的天气比台北好 所以基本上 其实你到台中 到高雄会减缓 可是如果你到基隆的话 基本上会恶化 那他前一阵子刚好 因为鼻子过敏 然后又发炎来找我 那你知道鼻子过敏的人 过敏性鼻炎 他一般来说就是流鼻水 那这流鼻水呢 是有间断性的 可是吃完药之后就会好 可是他去看完医生之后 发觉怎么这几天 他一直打喷嚏 打得很严重 打完喷嚏之后 那个鼻水一直流下来 而且他不像是鼻水 有点带点黏稠 那时候我帮他看一下 觉得那个感觉 跟鼻水不当 他带点有点浅黄 我帮他转转给我们的耳鼻歐科 耳鼻歐科你看说 哇 体肌大条 这是因为他那个不是鼻水 他那是脑袭水溢 也说他打喷嚏 打得太大力 再加上他原来的鼻腔里面 不只只有过敏性鼻炎 他有点鼻痘炎 让他那个颅顶 跟那个脑子的底 鼻子的上方 那个地方的骨头产生裂 脑脊椎就流下来 其实他流下来之前 他有个现象是 他头会有点痛 而且他躺下去跟起来的时候 头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脑脊椎液会流出来 这时候你把他转诊去医院 去医院之后 好好处理他的问题 把他原来那个鼻痘炎处理好 因为那个虽然裂缝有点大 不是很大 但是基本上可以自己慢慢预合 但是重点是你要给他时间 让他不要再发炎感染 那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 很多地方会有发炎 过敏性鼻炎也是发炎 感冒也是发炎 我们常说长新冠的后续 也是发炎 那这种急性期发炎 或是慢性发炎 它对我们身体来的 都会产生很多的影响 那刚才有提到说 将最大的好处是干嘛 它可以让我们能够 让这个发炎反应能够减少 今年冬天到了 我们常说很多病人 会有流感的问题干嘛 那你后面的问题 你的身体的状况控制好 发炎能够降低 这样你可以平安度过这个冬天 那赵医师也要分享 姜的这个抗发炎 跟抗氧化的效果 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血管细胞 事实上有帮助 对皮肤也有帮助 是 其实我们知道 皮肤的问题 事实上它是多元化的 那本身姜对皮肤的保养 事实上它也是多元化 多面向性的 因为我们知道姜本身 它含有很多的 这些营养的元素 刚刚我们说 这个姜纳素 姜七分 姜油铜 姜油唇 那些东西涵盖了抗氧化 代谢的问题 抗敏感问题 抗发炎的问题 那事实上这对皮肤的问题 事实上其实都涵盖在内 那我知道有个病人 她本身 她是42岁女性 那她来门诊的时候 就是因为她刚生完 因为她这高龄 生完这小孩子 那脸上有产生韵斑 她本身就有甘斑的现象 又产生韵斑 那来看门诊的时候 她说她韵斑越来厉害 那她就刚开始 她听了说 用姜涂在脸上 可以把这些印记 可以慢慢淡化掉 虽然一涂 涂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涂 涂个两次三次 那把这姜捣碎之后 还加点水 还稀释 她知道不能太浓稠 稀释之后 涂在脸上之后 这样刚才第一天涂 有点刺刺的 第二天涂又稍微有点红 慢慢涂一个礼拜之后 脸不但又红又红 那她问她朋友说 这是排毒的效果在 她觉得排毒 那没有问题 涂了一个月 整个脸不但红之后 她原来这个 蕴斑那边 不但没有淡化 而且越来越深 整个皮肤变蕴 红肿起来 这边姜造成过敏 所以造成过敏之后 我们知道 斑的形成 除了本身体质 跟黑色素在 过敏会造成 色素的一个发生 更厉害 所以说假使 你要用姜来涂在脸上 实际上千万是绝对不可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那我们知道 姜对皮肤的好处 其中是非常多 我们看出 它有很多的作用之外 实际上其实 本身你看 它可以抗氧化 可以抗发炎 抗敏感 甚至代谢作用之后 所以第一个 生姜有助于皮肤 雀斑的作用 实际上是怎么雀斑呢 因为抗发炎可以雀斑 发炎中会造成 皮肤产生色素的沉淀 所以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发炎 只要把发炎控制住的话 实际上斑也会淡化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冻疮或是冻伤 冻疮跟冻伤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 因为我们家人 会活络身体的血液循环 所以说呢 它对这些 像前天天气很能受 就看到有些冻疮 或冻伤民众来就诊 那第三个呢 去痘 我们知道 痘疤形成也是发炎后的 一个色素沉淀 所以说它能够改善发炎 实际上色素自然会淡化 当然滋养 我们知道 皮肤的过敏 是让它跟很多的 这个所谓细胞激素释放 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只要把这些 细胞激素发炎因子控制住 这样也可以滋养 当然我们知道 姜有杀菌作用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另外一个就是 姜有抗老化 所以对皮肤衰老 甚至这些细纹的产生 都能达到一个 很好的保养的效果在 那林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刚刚讲说 姜是天然的好食材 帮助我们的 这一个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真的很重要 尤其秋冬 不只有一些人 手脚冰冷 容易这个影响到 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 更麻烦的是 确实有一些 心血管疾病的人 他真的末梢循环不好 那这个是需要 调养跟改善 那循环不好 有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本身 他的末梢的血管 是有障碍的 像这些周间血管疾病等等 那有另外一类 是比较多 比较常见 就是你心脏功能不好 因为心脏功能不好的话 你这个Bump就不好 就没有办法推动 这个血液循环很顺畅 所以到冬天的时候 那血管会收缩的时候 他旋环会更差 所以病人会感觉 更冰冷更麻木 那最近 我有一个55岁的 一个三高的妇女 他最近来找我们 是因为他最近觉得 他本来就水肿的很厉害 最近尤其天气变冷的时候 手脚麻木更明显之外 另外他还会带点船 那他的肿 从以前到现在 大概我问他 已经一年多都是很肿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去求医 然后后来因为是这样 这一个状况 他才来急诊 那家属把他送来急诊之后 我们急诊医师 帮他做了一些 一系列检查 帮他做心电图 发现心肌有缺氧 帮他做心脏的一个 所谓的X光的照相 发现说他心脏有点扩大 扩大这有带一点 所谓的肺浸润的现象 所以当下第一个 会先怀疑是心脏的疾病 所以他会帮他做一个 心脏衰竭的指数 帮他抽血的检查 所以发现说他指数高达三千五 我们正常人大概是 大概四五百以下 大概三千五 所以他们觉得 应该是心脏引起的 所以他的水肿 有可能跟心脏有关 所以当下就收住院 然后我帮他做检查 他帮他检查 我先给他一些血管扩张剂 跟利尿剂 改善他的症状 他的这个尿出来之后 他有觉得传比较好 可是他觉得手脚肿 还是非常明显 尤其是脚肿 非常还是非常严重 而且他麻木的非常的厉害 我就说他可能是血管的疾病 心脏一定要先查 因为他有心脏衰竭 所以我帮他做心血管的检查 先安排了心血管的检查 发现他竟然在左前 这样这个前段 百分之九十五的狭窄 所以他其实 他这心血管疾病 引起了心脏功能衰退 而造成心脏衰竭 而造成这个所谓的血液循环 变得很差 而且脚容易衰肿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末少循环障害 有可能是跟你的心血管疾病 是有相关性的 因为你的心脏不好 所以造成了循环障碍 因为心脏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心血管疾病造成的 因为心血管 他有可能会造成哪些 是全身性的一个症状 包括所谓的黑斑 雀斑肿瘤 甚至在心脏的部分 会有心律不诊 心肌梗舌 心脚痛 猝食的一个现象 尤其在冬天 这个状况是非常多的 那还有一些胃痛 像肠胃道的问题 焦草不良 甚至在下肢的部分 循环不良 病人常常会抱怨说 手痠 手麻 或是说他的脚很僵硬等等 甚至脚会肿 大部分这些人 他其实循环不良是比较偏白 那如果说比较严重 有的甚至会造成 比较严重发炎 这时候才会变红 所以僵硬跟肿痛 都跟循环有关 对 是有可能是 跟这个循环是有关 当然我们第一个 我们在临床 太常见的风云镜组定 就绝对不能排除 因为感染 也有可能会造成败血症 所以我们要先排除 感染的问题 之后针对他肿的部分 我们去看说 他的肿为什么会肿 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 还是心脏的问题 还是局部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 像是有些血管 阻塞也会造成脚肿 那另外的话 像是他有一些 重听见外失眠 就是神经学上的症状 或是颈椎的发炎等等 甚至有的人会抱怨说 肩膀痠痛 腰痠腰痛等等 这些心血管疾病 可能都会有 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尤其你要问起来 要是要特别问得 特别仔细 说你的痛是怎么样的痛 因为大部分心血管疾病 他引起的痛 都会先是有一个胸闷 胸痛现象 然后反射性到肩膀 这种要特别小心 会不会是心血管的问题 甚至有肾脏的问题 或是痣疮 或是皮肤变黑等等 因为长期的血循不好 血管的疾病 会造成循环功能障碍之后 它会造成黑色的沉淀 长期慢性的发炎 而造成皮肤变黑 好那医师我请教你 长期的比方说 僵硬循环不好的人 到了秋冬这个季节 都特别爱泡热水澡 或者泡温泉 请问下泡一泡可以改善吗 对 这其实很多民众会问我们 或者心血管疾病的能泡吗 是 所以我们常常去泡一个温泉的时候 也开了一个警示牌 说有孕妇心血管疾病患者 不宜泡温泉 其实我当然跟病人讲说 因为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其实莫少血管不好 他们喜欢泡 泡脚 泡手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可以的 泡手泡脚局部是相对比较安全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泡温泉的话 基本上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你可能 如果你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话 你要先征询你的医师 你适不适合 如果你是急性心血管疾病 过后的前几个月 我建议你不要泡 那装过支架的 装过支架的话 如果他是相对是比较稳定 要看他是什么情况下装支架 如果他是心血管疾病 装支架 那就不一样 如果他只是检查出了心血管疾病 装完支架之后 一个月之内 他觉得没有什么症状 都很稳定 其实是可以泡温泉的 那另外的话 很重要就是说 你在泡这个温泉的时候 你泡温泉的时间不宜过长 不要泡太久 也不要泡太深 另外一个很重要 大家喜欢泡三温暖 冷热交替 那种心血管疾病 绝对是不适合的 就健康的人可以冷热交替 健康的人当然是可以 但是比方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这样子可能对他来讲 就会有风险 对他其实一个温差的变化 对心脏 对你的身体是一种 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 如果心脏的疾病的话 你就不要轻易尝试这个挑战 那如果心脏疾病 或者心血管疾病的人 他只是泡脚呢 因为冬天也有很多人 泡了脚之后 他觉得他身体循环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放松轻松 是泡脚其实我是建议是可以的 但是很重要一点 大家容易忽略 就是脚 因为通常这种病人 他的脚的一个感知的温度很差 所以有些时候 他温度太高容易烫伤 对所以基本上我还是建议 可以泡脚 但是温度不要太高 温水就好了 好就是说大家要注意 那并不是说完全不OK 那循环很重要 那接着下来 李师傅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这个季节 我刚刚讲说姜很受欢迎 然后师傅今天准备的这个是 南瓜 哎呀怎么这么漂亮 它的皮很红 然后你看它的侧面 它有渐层 它中间的那个是绿色 绿绿的 然后这里是黄色 这一看植化树就很厉害 这叫东森南瓜 好我们一个姜味的一个南瓜松板锅 我们先用姜来把它炒 好 山膏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心脏疾病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这样它可以调理血脂 可以降胆固醇 其中姜还有一个特别的特性 它可以调理血脂 因为它是比较偏气血虚弱 我们先用姜来把它炒 好 先把它用麻油 我们麻油边姜 这个是老姜吗 中姜 这边我要特别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我们姜像我们在姜在使用的时候 什么时候要用什么姜 这个是有一些技巧 比如这个姜我要吃的 如果你是用老姜的话 老姜片的话 你可能咬人会不舒服 因为纤维太粗 所以我用中姜就是粉姜 它的纤维没那么粗 虽然也是有纤维 但是没那么粗 那可是这样姜味就不是很足 所以我又另外准备一个姜汁 好 这个是老姜直接把它炸成汁 这个就是老姜汁 老姜把它磨成汁 调理机跟果汁机 比较能够把它打细这样 对 好 炒到表面变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水进来 我们那一个是松板肉 松板肉 把它炒到表面变色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加水 刚刚那个麻油香很香 姜汁真的很好 然后如果你用我刚刚讲的调理机或果汁机 把它打细打碎 对 你可以简单用个纱布还是什么 把它滤掉 对 把它滤掉 对 那滤掉之后 你就会留下纯的姜汁 对 这边我们就可以下来煮了 我们就把南瓜放进来 好 南瓜这里一起烧 对 一起烧 南瓜因为带甜度嘛 所以这一个会有天然食材的甜分 对 然后菇类我们也可以下来 冬天的菇其实很百搭 对 而且你知道都是吃肉 你要一点菇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最后我们再把蒜苗放进来 然后米酒 姜汁我们最后差不多再放 要起锅之前再放 这边我们让它大概煮个五分钟 好 那我们这个盖上锅开 稍煮它 请教余医师 刚刚讲说姜冬天很好 除了这个去寒之外 对于现代人来讲 它还可以去湿 特别是体质比较湿的人 这个喝姜也是某种程度的天然利尿剂 对 应该是说我们常常讲 姜是一个天然身体的除湿剂 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说 身体的水分在身体是怎么代谢的 跟三条经络比较有相关 一个是肺经络 还有脾胃经络 还有肾经络 那姜呢 其中就入了两条经络 一个是肺经还有胃经 所以大家在感冒的时候一定有经验 感冒的时候 可能它不是一般的病毒感染 只是一般吹到风 都会像鼻子像那个流水龙头 这样一直流 然后身体也会特别浮肿 甚至排便也会特别软 这个就受到含血 还有水血的影响 那水血我发现在台湾地区 是特别的广泛 比如说像我们常常看到女孩子 她明明没有什么病 可是她会跟你抱怨说 我为什么常常投婚啊 精神不济 身体有一种重重的感觉 那这种在生理期会特别明显 我觉得都是脾胃 还有肺经的那个筋肉的能量 都失丧失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一些姜 是一个蛮好的 那而且在我们冬天的时候 很多女孩子会抱怨睡不好 四肢冰冷睡不好 这也不是真的虚性亢奋的睡不好 这个就是自律神经的 内部的温度协调有问题 我之前有个病人就是这样 他说他到冬天的时候 他不管吃再多的安眠药 或吃一些食疗 很像都常常都睡不好 只有一件事情 他觉得说只要房间放暖炉 放暖气 或者是说他当天用那个暖暖包 放在肚脐 他会觉得那个情绪就比较安定 确实以腹脑理论 我们很多的自律神经 从在腹部 那我们的那个腹部 还有那些肠胃的那个菌种 也跟我们脑部的菌种 是有相关 我们把肠胃保持温暖 对于我们的情绪稳定度 是有帮助的 他说他其实试过很多方法 比如说包含喝红酒 最早 结果越来越亢奋 然后市售的黑糖浆块 也吃过 可是问题市售 那是黑糖浆块 添加物特别多 他每次说一吃 就开始上火 或开始有胃酸逆流 所以我那时候有推荐他自己DIY 做一个蜜糖姜片 那我用的材料是这个姜 一般的中姜就可以了 中姜粉姜 或者是夏天用嫩姜更好 然后龙眼肉 还有蜂蜜 为什么取这三个药材呢 因为很多女孩子 我发现甚至比较偏 消化不好的时候 她就同时睡不好 那我用一些比较暖性的食材 龙眼它本身就有 补虚补血安神的效果 加上我们的蜂蜜 有些润燥 因为很多人吃姜 会怕上火 我用一些蜂蜜 可以滋阴润燥 然后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只要把龙眼和姜 泡在蜂蜜中 泡在蜂蜜中 大概放在冰箱里泡三天 然后这个很好应用 比如说我们在喝红茶 喝牛奶的时候 就一匙连姜连龙眼肉 一起泡开喝 或者是像有些女孩子 把它当零食喝 效果都非常好 她跟我反映说 至少吃这个 她会觉得身体比较温暖 不像说她之前靠红酒 靠红酒睡着 结果身体是非常的亢奋 所以有些女孩子 比如说像虚型的便秘 天气一冷 就睡不着便秘的人 这个滋阴润 照用温中的那个料理 可以DIY试试看 那女孩子冬天 这个吃姜真的蛮好的 那我也请教赵医师 这几年有很多 这个生法的制品 都说是生姜 那甚至有一些 网路谣言密 方说生姜抹一抹 就可以长头发 那究竟生姜 对头皮跟头发 真的有帮助吗 不管是正常或是异常的调法 事实上她原因都非常多 那这个多的情况之下 往往会很多民众想说要赶快让她去把头发长出来 因为调法一久的话 事实上其实对很多民众 尤其女性 事实上她会造成心理的恐慌 甚至很忧郁的一个现象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病人 她是39岁一个男性 她来看门诊的时候 事实上其实她是一个雄信徒 家庭家族遗传是非常严重的这样子 爸爸妈妈双方都有这个调法的问题 那看的时候事实上她已经到第五期 第六期的调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调法雄信徒分七期 五六期是非常后面的一个调法问题 那她来看门诊的时候就说 其实她尝过 等于是神龙尝百草 她尝试各种不同方法 那当然一定 她还找皮肤科医师看过 也包括做这个吃药擦药 那事实上其实效果不好 所以她听她朋友讲说 这个生姜来涂头皮药 抹一抹涂头皮 甚至把生姜切片 直接涂到头皮上 都有效 至于她直接把生姜太没磨 就把直接切开 那洗一洗就开始涂在头皮上 每天涂个两次 因为我们知道药也是一天涂两次 她涂两次 那涂上去的时候 第一天没什么反应 第二天开始就开始刺刺 第三天就开始产生毛浪烟 那毛浪烟的情况很厉害 而且整个头皮红肿 造成刺激接触性的头皮炎 还有这个吊法问题 根本都没有改善 所以说假使用偏方来 用这样子涂在头上 姜是没有效果在的 那我们知道呢 本身姜除了这个偏方之外 针法之外 是没有效果之外 那很多民众 他会拿这个粗盐 一般想说 头皮既然这个头发 要去角质 所以他出炎去磨磨磨磨 看头皮的角质 能不能把它代谢掉 事实上其实 头皮角质改善 事实上 的确对这个生法是有帮忙的 因为你阻塞之后 实上不容易生法 可是这出炎去磨头皮 不但没办法使 这个头皮的角质去除掉 反而会刺激到头皮 让头皮更严重的 一个过敏的现象 所以也没办法增加法量 那第三个 拿病药来改善这个 雄性兔呢 这方法现在是 绝对不可以用的 我们知道这病药 事实上 他用久的话 会精疲吸收 尤其一些男性 还未成年的 假使用这个来涂 我们男生雄性涂到头皮上 或是小孩使用的话 事实上其实 他精疲吸收会造成 我们知道 男性女儒化 有一些女性的特征会出来 所以说这些偏方 事实上都不适合 用于人头皮的 一个调法的问题 好 那同时间 李师傅这一锅 也煮好了 对 最后呢 对 好了之后我们就 我们蒜苗很漂亮 然后你看那个东生南瓜 也好漂亮 加点盐 调味 然后最后我们要起锅前 我们淋上姜汁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那种东生南瓜 吃起来再配这个松阪酥 那个感觉 我说实在的 是融入现代的 那个欧洲feel 其实刚才于医师有提到说 姜这个东西 会对我们的肠胃有帮助 那刚才赵医师也说过 我们要强调一些 比较正确的医疗知识 告诉大家 那姜对于我们恶心呕吐 这有没有有帮助 怀孕的病人会恶心呕吐 化疗之后会恶心呕吐 手术会恶心呕吐 其实吃姜 基本上是有帮助的 那我当家医科医生 常说很多病人会来找 找我讨论很多事情 他本身手术完 或是化疗完 都干嘛 恶心呕吐 我们新人做的事情 就是打指纹 可是他吃的 他还是得吃东西啊 那怎么办 这就告诉你 你去加一点姜的东西 去煮什么辣椒汤 有放姜 这样都可以 而且最近我冬天 看到好多肠胃炎的病人 很多肠胃炎的病人 礼拜六礼拜天去吃大餐 或者去四足赛 吃完啤酒加炸鸡 礼拜一礼拜二就跑来看医生 肠胃炎 肠胃炎到什么程度 就是因为已经喝运动饮料 喝到都吐了 才跑来看医生 因为他就是 他都知道 肠胃炎 先进食不要吃东西 休息个一餐两餐 喝个运动饮料 补充水分 补充电解质 补充热量 应该OK 但重点是 连喝到都吐 所以到我诊间来 还要带着一个 那个呕吐袋 这时候怎么办 当然只能先打指吐针 但是如果说 他可以的话 拿这些姜的东西 去煮什么 辣椒汤 有水分 有电解质 而且他吃下去 对 而且他这样吃下去之后 我说实在 可以减少来看医生的机会 所以告诉大家 姜这个部分 对于我们的肠胃 恶心呕吐 他是有医学上的 正确数据的 那我请教林医师 林医师刚刚提醒 在台湾因为心血管疾病的案例很多 姜是一个很好的 保养身体的选择 那另外一个是 在台湾 糖尿病的患者也很多 那事实上糖尿病的 血糖的控管 也是非常重要的 姜也可以帮忙控管吗 对 其实姜是 所以我们都知道 三高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心脏疾病 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这样他可以调理血脂 可以降胆固醇 其中这样还有一个特别的特性 他可以调理血糖 那我们常常会在门诊 看到很多三高的病人 这个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就是有一位48岁的男性 他本身就有三高的病史 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所以我们讲三高 那其实高血压 其实蛮好控制的 因为其实病人自己会凉 因为血压高低 他病人都会感受到 会不舒服 所以他会乖乖吃药 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 所以血压会乱飙 所以病人的服药 相对是比较好的 那高血脂的基本上 因为现在血脂药都很好 而且血脂相对控制 其实比较简单 如果病人能乖乖按时吃药 其实血脂都可以控制到 我们药的目标 唯独只有高血糖 血糖控制真的是非常困难 因为常常会跟病人做胃教 或者说饮食的控制等等 你可能需要你的血糖 一直控制的不好 你可能需要节食 尤其现在睡末的时候 很多尾牙验 又什么很多应酬 大家会喜欢进补 所以血糖容易就失控 所以很多病人 他也不喜欢我们在年后 帮他测血糖 因为过年他会大鱼大肉 所以血糖就会超标 那这个病人 那其实他平常血糖 都控制在七连五 都控制得很不好 我就跟他讲说 我发现你的肾脂数 已经开始变高了 因为他7KD 我们讲的慢性肾病变 已经进展到第三期了 因为本身糖尿病的患者 他可能就会造成血管的病变之外 也会造成肾病变 所以我刚才讲说 你的小便里面 蛋白尿也出现了 你的肾已经进到 所谓肾病变第三期了 你要积极控制你的血糖 才有办法避免你的肾脏的疾病的恶化 还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所以控制血糖非常重要 所以平常要从饮食做起 所以你要吃一些 好理可以血糖的 调理血糖的这些食材 像姜就是一个很好吃 而且冬天的话 基本上 他基本上如果你吃姜 可以暖身 又可以调理血糖 又可以控制胆固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互信食材 而且余医生要提醒 很多女性的观众朋友 姜真的是调养身体 有很好的来源 特别有一些人 不但是湿气重 那也容易有妇科相关的毛病 对 我之前有个患者 他其实刚开始结婚 他现在年龄不会太大 大概三十三岁左右 可是结婚三四年 一直都没有怀孕 那有一次呢 他去看妇科的时候 发现说他的代下感染 非常的严重 妇科医师用外治法 把他的分泌物去掉 居然那一两个月 就自然怀孕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他这个吃性体质 真的对那个生殖细胞 影响蛮大的 可是问题 他生第二胎的时候 也是遇到同样的困难 那这一次呢 他发现说 他平常就常常惊痛 甚至会有一些分泌物的 发炎状况 问我说 到底说我们的食疗 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呢 那其实我们女生 大概一辈子的困扰 都是经代胎产这些问题 那今天讨论的僵 到底适合用在什么阶段 这个要分辨 不是所有的精通 都适合用僵 像月经痛的时候 我会问那个患者说 你是月经是怎么样的痛 是刺痛还是闷痛 还是月经后的疼痛 通常是在月经 快要结束后的那种 酸酸绵绵的痛 比较适合用僵 因为他是比较 气血虚弱 倘若你那种痛是含有大血块 刺痛那种血淤型 可能吃姜 反而会让内膜充血 会更严重 然后还有第二个 很多女性在台湾的困扰 就是分泌物过多 那分泌物我们要看 是属于虚型的 还是比较偏发炎型的 如果发炎型的时候 比较有重的颜色和气味的话 也是不能够用姜 那会增加那个发炎因子 通常比较适合 就是平常可能会觉得说 腰西酸软 然后那个比较 分泌物比较清晰的 比较适合 然后第三个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王医生有提到说 比如说孕妇呢 她在怀孕的前三个月 很容易孕吐啊 这些东西 又不敢乱吃的时候 我会建议说用姜 而且如果有些 她反映说 吃到那个辣会更想吐 我建议用姜 就装胶囊 直接吞到一两颗 其实那个恶心的感觉 上腻的感觉会差很多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产后 那个台湾料理 一定会用麻油机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 因为产后其实也是很怕感染 内膜怕感染 我们那个麻油机 其实是要把姜炒完再滴麻油就好 因为如果老姜跟麻油一起炒 那个性质过度照裂 甚至有些会让那个恶路排放不止 然后身体也处在慢性发炎 这会不好恢复 所以说我们要看清楚说 现在的困扰是什么样的疾病 在适合时间用姜 那谢谢这一个于师的分享 跟丁玲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 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曼曲台 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legram的官方账号首页 我们影片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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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